大家好 我是毛老师 今天我来讲一道关于三个半元的数学问题 这题是非常有趣的 我开始也都掉到圈子里了 一点没有转出来 我们看一下题是什么样的 如同所示 有三个半元 两两相切 并且半径都在AC指标边上 DB垂直于AC DA与小元交于P点 DC与中元中间这个元交于Q点 那么若DB等于10 问PQ等于多少 这里有很多选项 选择题 其实不当问答题来做也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 第一点刚开始我能想到的 就是这个DA和DC是垂直的 直较三角形 那么我就想到直较三角形里面 那DP、DQ、QP构成一个三角形 那么它有构定理 我看能不能把DQ或者DP算出来 然后再算PQ 很容易 但是呢做的过程上比较烦的 我先看一下 还有呢就是DB DB的平方 是不是等于AB乘以BC DB是这个中间中元和小元的切线 那么DB的平方也等于DP乘以DA DQ DB的平方还等于DQ乘以DC 有这么多关系在里面 我就呢进行计算 这里面有根换很多东西 计算越算越复杂了 那么还有一些话 我们就建立直较作标系 看这么做 那也是不太容易的 就是可以做可能是 但越做了越复杂 这里面的试试越来越多 好 那大家也来思考一下子 我后来就把它做出来了 给大家思考 一段时间可以暂停 那么可以看到 后面可以看到我的解答 好 好 这道题呢 后来呢有一个学生来上课 那么呢 我就做现场解题 就当场就讲 讲了以后 我想讲的过程中 他能讲出前名章出来 讲的过程中 我发现 首先我们把基本的东西 该连的该做的线先做好 那么把BQ连上 同时呢 再把PB也连上 连上 连好以后 我发现一些东西了 那么就很有趣了 由于这个是半圆 那半圆上 这个点和直径的两条点 两个点相连以后 那么这个角一定是直角 同样道理 对于这个大的半圆 AD和DC呢 一定是垂直的 还有小圆 小半圆我们看一下 那么 我还缺一个点名点连 把 连过了 DPA是在一条直线上 在一条直线上 那么 AP和PB是垂直的 这是基本的一个定理 也可以证明的 容易证明出来了 任何一个半圆上 它的一个点和直径的两个点 端点相连以后 它构成的是90度 这个很好证 我们就是把这个呢 这是圆心 那么把它跟圆心连接起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由于这个是半径 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 三个半径都相等 那么 这个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边一个 好 我这个角 等于这个角 同样道理 这个边 是个半径 这个边也有半径 那么 这个角 和这个角相等的 在这个三角形吧 先不知道是三角形 红的和红的相等 蓝的和蓝的相等 那么总共加起来 是180度 三个角 由于 这个红 一红加一蓝 正好占整个三角形 三个内角的 一半 那么180除以2 那就是90度 这个角 证明出来是90度 有了这个就好办了 我把这些插掉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 DQBP 这个四边形中间 有三个角 Q D P 三个角都是直角 那么有三个角 都是直角的 四边形 是什么四边形呢 那第四个角 一定也是90度 一定是长方形 好 长方形 任何长方形 它有个特性 它的两条对角线 相等 这里可以看到 DB和PQ 分别是 这个长方形的 两个对角线 我们知道 DB等于做10 那么 PQ 一定也等于做10 这样了 都是对角线 好 这期解答完毕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